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曾访问英国和丹麦 期间抹黑中国和世卫组织 却不料遭到丹麦记者的应对 要找反华盟友 欧盟有27国为何偏偏要来丹麦 然而屡屡碰壁的蓬佩奥依旧没有死心 又一次开始了他的欧洲反华之旅 据《环球时报》8月13日报道 当地时间12日 蓬佩奥到访捷克 期间再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 批评中方在抗疫 涉港 涉疆以及南海等内外政策 还提起了5G安全问题 企图将捷克也拉入美国禁用华为的队伍之中 总之 蓬佩奥老调重谈 日复一日地强调这些对华谎言 但是非趋直 自在人心 捷克方面并不买账 面对蓬佩奥的这些涉华言论直接表示 不感兴趣 不能接受 蓬佩奥还在疯狂给中国泼脏水 对此我方也不能坐视不理 就在当天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发言人就蓬佩奥的涉华错误言论发声 蓬佩奥打着所谓民主自由名号 无端攻击抹黑和甩锅中国 恶意挑拨别国与中国关系 其言行充斥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 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接着 我大使馆还给蓬佩奥送上一句捷克谚语 给别人挖坑的人 自己会掉进坑里 无疑是提醒蓬佩奥 给中国挖坑 小心自己掉坑里 接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直接反问 蓬佩奥像打了鸡血一样 日复一日重复网故事实 颠倒黑白的谎言 心虚不虚啊 另外 赵立坚也重复了那句捷克谚语 给别人挖坑的人 自己也会掉进坑里 再次提醒蓬佩奥 蓬佩奥试图把国际社会绑上反华的战车 让别国为美国火中取栗 对此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不会买账 中国也不会被他带劫奥 蓬佩奥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